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的女人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 这里呢 我不是要你去成为大哥 但是你一定要去懂得如何去带领和引导女神 因为雄性引导力呢 字五个词就证明了你要有 有自信 有主见 有单单 有势力 有勇气 有魄力 有能力去解决一切的问题 甚至是意乎满意 这个特征最大的优点就在于 你可以满足女神内心需要的安全感 因为作为引导者的话 你会承担风险和能力 而女神呢 在你身边由你来保护 她相信你的能力 你是可以为她遮风打一语的 那她自然就甘愿会成为你的小女人 而现实生活中很多男生就是不会去展示自己的男性引导力 转回习惯性的去顺从对方的想法 太过于牵挫对方 不是说你一味的去顺从 女神就会去喜欢你 她刚想要的是你可以去征服她 她现在是不是对你很冷淡呢 你再继续让你们的关系冷下去啊 那你们在一起真的没有希望了 如果说你不想错过她 那你就赶紧私聊我回复秋秋 我分享你一份追女神的终极攻略 充分的展示你的男性魅力 让你更加稳妥的追到喜欢的她 话要说回来 第二个明显的特征就是 嘴甜且靠谱的男生 注意啊 我自己强调的是 嘴甜加靠谱是会分割的 是因为谁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尤其是女神在恋爱中 她们是靠耳朵来恋爱的动物 所有的恋爱都好像会发生在嘴甜的男生的身上 女生就特别喜欢这样的男生 一听到他们说话 心情就会特别的好 但是有时候啊 嘴甜的男生也会给女生带来一种 强烈的不安全感 有些女生甚至会认为 这样的男生对谁都一样 对谁都一样嘴甜啊 华而不识 那如果说你嘴甜加靠谱 那你就是有怀又有识 最受欢迎的男生了 那如何做到这种受欢迎的男生呢 这种有怀有识的男生 一方面可以满足女生的安全感 另一方面的靠谱呢 就体现在说到做到的行动力上 所以呢 这样的男生女生都会期望 第三个特征就是 有爱情乐观且有趣的男生 都说了女生的母性情怀还是比较重的 所以如果他看到你和一些小动物的合照的时候 他绝对会在心里不由自主的 哇塞 因为他会觉得 这样的男生真的很有爱情 很会照顾人 很善良 如果他也和这样的你来谈恋爱的话 那你也会对他很好 他自然就会把对另一半的温柔的所有的幻想 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但是如果说你仅仅只有温柔体贴 在相处中你还是不会找话题的话 最后你还是会被把好人卡 因为这样的理想说起来真的太无趣了 但是有趣的男生呢 就不会让女生感觉到无聊 有趣的男生呢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化解尴尬 甚至是适当的去自嘲自己 哎呀妈 哎呀他不是糖果烧铁 那是糖果糊铁 所以有这类特资的男生 女人员都特别忘了 如果说你把这两个特资都放在一起 那这两个特资呢 提供了大部分女生的情绪价值 因为女生是感性的动物 你的所有价值都要转换为情绪价值 积极地体现出来 女生才会有闪耀隔离在一起的冲动 好了 等期视频就到这里 评论讯讯有下你的情感付货 稍微会一一解答 我们下期见 还不敢紧帮助我 带你去找你朋友啊